大家好,我是小老师 我是小猪教 我们今天来讲故事 海底的精灵 小海捆,通通又出生了 妈妈的身边围满了叔叔阿姨 他们聚在这里既是为了迎接小通通的出生 也是为了保护通通和妈妈的安全 毕竟海底生活着他们的头号敌人,鲨鱼 妈妈好难受啊 她快速地向前游去 游了快一个小时才停下 这时,小通通的小尾巴尖露出来了 是的,每个海豚都是尾巴掀出来的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呀,海豚和人一样是哺乳动物 要用肺来呼吸 人是通过头,把氧气吸进肺中的 而海豚则是通过和头顶上的笔筒吸出氧气的 如果它的头掀出来 长时间吸不到氧气 是会死掉的 哇,通通的脑袋终于出来了 它是那么小小的一只 看起来柔软可爱 一位阿姨胆紧多了 和妈妈一起用嘴巴护着它 一起游上海面 通通吸进了第一头通气 刚出生的通通还不太会游泳 但是它却在所有的海豚中一眼认出了妈妈 于是它紧紧地跟着妈妈 妈妈为了配合它 也放慢地速度 带着它慢慢地游 当然妈妈饿了时 其他的阿姨就会带着通通 让妈妈担心补充食物 吃着妈妈的乳汁 通通长得很快 快一岁时 它就已经游得很不错了 当它满三岁时 你特意离开妈妈 找其他的伙伴了 和伙伴们在一起 通通很快乐 它们是一个很大的队伍 伙伴们都很团结 它们一起嬉戏 一起战斗 动进腿 一起补食时 最可以看出它们的团结了 看 好多一群鱼来了 为了打乱鱼群的秩序 不让它们漏网 通通和伙伴 立即分成三对 这时 海豚特殊的声纳系统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通过声纳 每个海豚都能告诉伙伴 自己的位置 通过声纳 也能掌握伙伴的情团 第一队迅速包围上去 以防鱼群逃跑 第二队 勇猛地冲进鱼群 衝冲直撞 不一会就把鱼群冲散了 趁着鱼群 惊慌失措 热奔东西时 第三队 一拥而上 这一队就是吃货队 它们张着大嘴 一路唱通 鼓祖 把大鱼小鱼全部吞进肚子里 吃饱之后 它们可没忘了同伴 它们马上和其他两队的同伴们换岗 让它们也能大饱口福 一段饱餐之后 它们换快的 越出水面 对 它们要换气了 这时 每大海豚的脑袋上 都射出一束水出来 那就是它们的鼻桶 呼气时喷出来的水 啊 那还有人类呢 通通它一点也不怕人 而且 还特别 喜欢的人类一起玩 它们叨叨地跳起 有欢快的落下 是的 这种杂技样的跳跃 只有它们才会呢 人们 也特别喜欢它们 看 有一个被冲进了山海的人类 它似乎又死了 通通马上冲过去 用鼻子顶着它 在伙伴们的帮助下 浮出水面 向岸边流去 通通完全 长成一只大海豚了 我是小老师 我是小猪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